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如何以铁路和港口的建设 进一步加强其在亚洲贸易的枢纽地位 从老挝的铁路到中亚的连接 中国的雄心勃勃计划不仅试图将自己打造成全球经济的中心 还面临着来自政治不稳定的邻国和国际孤立的挑战 无论是与越南的基础设施合作 还是希望重新开放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贸易通道 中国的每一步都充满了风险和可能的回报 尤其是图门江的航通计划被视为一个关键的战略目标 但朝鲜的态度将成为这一计划的重大变数 这些计划不仅需要巨额投资 还涉及各国之间的复杂外交关系 中国的钢铁意志是否能克服这些障碍 达成其雄心壮志的目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在加强其亚洲贸易枢纽地位方面所采取的举措 以及这些举措背后的深远影响 本文源自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作者Keith Bratcher详细分析了中国通过建设铁路和港口 努力在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策略 近几个月来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 力图实现其成为亚洲贸易和交通枢纽的宏伟目标 在西部地区 中国已同意修建一条穿越中亚的铁路线 旨在加强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 此外北京还表示将帮助越南规划三条通往两国共同边界的铁路线 进一步巩固两国的经济联系 不仅如此 中国还在积极说服俄罗斯和朝鲜重新开放一个长期关闭的日本海港口 以期通过这一通道扩大其在东北亚的影响力 这一切都与中国发起了11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息息相关 该倡议旨在创建一个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 然而每项举措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需要与边境国家密切合作 这些国家中有些政治上并不稳定 比如吉尔吉斯斯坦 还有一些国家在国际上被孤立 例如朝鲜 对于越南等长期对中国心存戒备的邻国 中国也需要做出安抚 三年前 中国在东南亚内陆国家老窝修建的铁路就属此类项目之一 这条铁路线受到当地一些人的欢迎 因为它带来了大量中国矿业投资和旅游业 但也有人对中国控制老窝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警告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庄佳颖指出 中国最终拥有了很多土地 或至少使用了很多土地 并挤走了一些当地人 即便如此 新的倡议仍将耗资巨大 中国已经开始在其他地方强调规模较小的 一带一路项目 中国的这一系列动作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关系息息相关 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 对中国建立地区交通联系的努力既有帮助也有损害 俄罗斯现在依赖中国为其战争提供卡车 无人机和其他物资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争夺地区影响力的对手 然而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也导致中亚工人被吸收 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 该国剩下的熟练工人太少 无法修建中国希望的穿越其山脉通往阿富汗和伊朗的铁路线 通过这些项目的整体规模可以看出 习近平正在利用基础设施建设 巩固中国作为亚洲贸易和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 今年6月6日中国同意了一项协议 将拥有计划中铁路线51%的所有权 其余部分由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配 然而尽管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在8月开工 但工程现在已经推迟 这条铁路线的起点是位于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喀什 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山区到达乌兹别克斯坦 这条铁路线的终点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 那里是苏联时代铁路网的枢纽 计划中的铁路线将使中国更容易进入阿富汗 获取其铜矿和铁矿储备 并帮助中国通过铁路向伊朗出售汽车和其他制成品 以换取通过海陆运往中国的石油 中国现在每月购买伊朗石油出口的90%或更多 因为与伊朗核武器计划有关的国际制裁 导致大多数其他国家拒绝购买伊朗石油 在中国与越南之间也有三条铁路线计划 从中国东南部边境延伸到越南 跨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已将许多产品的最终组装转移到越南 已绕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设置的贸易壁垒 尽管如此 许多产品的化学品 零部件和工程技术仍来自中国 因此 中国正在帮助越南建设铁路 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交通联系 最艰难的项目之一是通过图门江确保通往日本海和太平洋的通道 这一项目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19世纪中期 俄罗斯从中国手中夺取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地区 包括向南沿深至朝鲜的沿海地带 封锁了中国东北部的出海口 图门江流经中朝边境约500公里的区域 但最后14公里位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 在朝鲜战争期间 苏联修建了一座横跨江面的低矮铁路桥 用于运送补给 从那以后除了相当小的船只外 其他船只都无法通行 长期以来 中国领导人一直梦想用一座更高的桥取代这座低矮的桥 让远洋船只可以使用河道 其目标是将太平洋与浑春的一个港口连接起来 浑春是一个位于图门江上游几公里处的内陆城市 浑春的一些居民也有同样的梦想 比如房地产投资者赵宏伟 他认为有了港口就有了贸易 城市会兴旺起来 对北京来说 图门江通行将缓解于俄罗斯 日本北部和朝鲜半岛东北海岸的贸易往来 甚至在气候变化时北极冰盖缩小之际 开辟通往欧洲的新航道 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立凡表示 图门江作为通往日本海的唯一直接通道 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俄罗斯最近几个月表示愿意更换这座大桥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朝鲜的立场 尽管俄罗斯和朝鲜官员于今年6月签署了修建公路桥的协议 但一些分析人士怀疑朝鲜是否会同意拆除这座低矮的桥梁 长期以来朝鲜设法在符合其地缘政治需要时 让中国和俄罗斯保持对立 朝鲜的几乎整个北部边境都与中国相邻 他可能不希望看到中国在其与俄罗斯接壤的最后一段地区施加影响 从不同角度来看 中国加强其亚洲贸易枢纽地位的策略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更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 通过这些基础设施项目 中国不仅能加强与邻国的经济联系 还能在更广泛的全球秩序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尽管每项举措都面临挑战 但中国通过灵活应对这些挑战 继续推进其一带一路倡议 展示了其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亚洲铁路系统是由众多国家的铁路网络组成的 连接着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区 其发展和扩展不仅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还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亚洲铁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当时的殖民列强为了掠夺资源和拓展市场 开始在殖民地建设铁路 例如印度的铁路网络最早由英国殖民政府兴建 而中国的铁路建设则是在清朝末期开始 由外国列强和本地政府共同推动 目前亚洲铁路网络覆盖了数十个国家 主要国家包括的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等 中国的铁路系统是世界上最庞大和最先进的之一 近年来凭借高速铁路、高铁的迅猛发展 成为全球高铁发展的领军者 中国高铁网络不仅覆盖了国内大部分地区 还延伸至邻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通性 印度的铁路网络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之一 每天运送数百万乘客和大量货物 印度铁路系统是由印度铁道部管理的 分为17个铁路区 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管理和运营机构 尽管印度铁路面临设施老化和事故频发等问题 但它依然是印度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的铁路系统因其高效和准时而闻名 尤其是新干线 子弹列车自1964年开通以来 大大提升了国内的交通效率 新干线不仅速度快 还以安全记录优异著称是世界上最可靠的高速铁路系统之一 韩国的铁路系统同样发达 特别是京府高速铁路 它连接了首都首尔和第二大城市釜山 为国内主要城市的交通提供了便利 俄罗斯的铁路系统则横跨欧亚大陆 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网络之一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分 连接了莫斯科和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 全长超过9000公里 除了这些主要国家 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的铁路系统也在逐步发展 东南亚的铁路网络主要由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构成 这些国家正通过区域合作和国际援助 加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也在利用铁路网络促进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 亚洲铁路系统的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 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 以提升运输效率、减少环境污染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和倡议的推动下 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铁路项目不断增多 包括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 旨在创造一个更加紧密的交通网络 总的来说 亚洲铁路系统的不断完善和扩展 将为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交流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未来 随着技术进步和国际合作的加深 亚洲铁路系统有望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交通网络之一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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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